《寒魔的2.0》 江家敏穿小短裙驚喜出现被魔化胡鸿军错手杀死 无线剧集《寒魔的2.0》 周五,5月22日,一集就讲到阿姐,借说心识,得知如子豪仔,胡鸿军识变成了罗杀害死了不小人,贵足三小时行上山为了帮豪仔赎罪 马贵,马国明识,为此更与豪仔兴斯问罪,兄弟之间大打出手 本集另一焦点,莫过于是客串饰演盲人嘉嘉,江家敏识的出现 剧中江家敏和胡鸿军相识于一棵樱花树下,胡鸿军更因为认识了他而回复人性 江家敏知道他是恶鬼后,便疏远了他,后来更因为阻止胡鸿军杀人而反被他杀死,十分可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